时序进入到了第二季 马上就是股东会的旺季 股民最期待的还是领股东会的纪念品 投资达人小夫爸爸 他靠着纠团 平均每个人买600到800档的领股 就可以省下万元的手续费 还可以年年等着领赠品 小夫爸爸不藏私 他提供大家买进领股的小屁股 一起来看看 今年不外乎大家所熟悉的 还是像中钢 士兴科 然后还有像信邦 对 就是LED的灯 领股达人小夫爸爸 已经摩拳擦掌 准备领股东会纪念品 不过不用掏出万把钞票 靠着领股就能让小钱发挥最大功效 很多人误以为说 当我下的价格是在涨停价的时候 就代表说我一定会买到涨停价 其实不是 其实代表它是一个市价的撮合的顺位 那涨停价的话是优先撮合 可以让你比较快速 建立你的领股的档次 涨停价优先撮合 是买领股挂单的小技巧 小夫爸爸也分享领股投资心法 上次如果以个人下单 靠着手机APP更方便快速 但如果想要一次买进上百档领股 建议采用电脑下单 可以省下一档一档输入的时间 不如在前一天晚上就先挂预约单 先把这些资料先打进去 因为建档完后呢 你还可以检查 检查看看你会不会把一股下成普通股 如果你用一点半的时间 一直一点三十五分到两点半之间 这时间这么短 如果你输入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时候 一旦下错 很容易发生违约交割 同时达人提醒 想要以小钱领到千元赠品 还得要注意时间 因为股东会前六十天 为股票停止过户日 加上交割日期 提价二 前六十三天 就是买进股票的最后期限 小夫爸爸也笑说 这期间就是他最忙的时候 因为靠着旧团亲朋好友的好处 还能省下万元手续费 出面资料很多 但最及时的事实上还是 上次公司直接寄发给你的资讯 那不如你就先小小的试单 先持有他 持有他以后 你就能掌握他的资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鲜人 就是刚开始学习投资以财 一个的好方法 旧团满铃骨 让小夫爸爸的副业越做越大 可别小看铃骨投资数 因为这样也能创造满满收入 记者 彦林青鸥正 台北报